社交媒体近期流传一段警方巴士违规悠转 酿成车祸的视频引发网民热议 警方证实已经针对这个视频内容开档调查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这辆隶属吉伦坡警方的白色巴士 在交通灯路口处悠转时 由于车身过长转不过 在稍微后退的过程中 不慎擦撞了一辆白色宝藤威拉轿车 而麦袋警局主任在纳助理总监 今天发文告指出 事件是在这个月6号下午大约2点半左右 在黑风洞路翠青路县壳油站附近的交通灯前发生的 警方已经援引1959年道路交通法令 第112条文展开调查 并促请视频主人和涉案的轿车司机 主动现身报案 也呼吁知情人士联系他们提供线索 。 此因此,我们在一个比较丶衍成的 中心者有点大事 先接受纳尾 同统一条文静 图然是阶子 同统一条文静 与 维 gern 换 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